一只只海象从悬崖滚落 过程中锋利坚硬的石块划过海象的皮肤 象牙会被摔断 本庄的海象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痛苦 它们滚落悬崖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失去生命 然而即使失去生命 还是由海象争相往下跳 究竟是为什么海象要选择集体跳崖 俄罗斯北部的一个海岸上 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海象群 这里定居着超过十万只海象 远远地望过去密密麻麻 没有一点活动的间隙 难道它们挤在一起是为了取暖吗 其实并不是 恰恰相反 越来越温暖的气候让它们不得不挤在一起 因为全球变暖家具 北冰洋的海冰变得越来越稀薄 如此随着冰川的融化 也就造成了海象太多 狩猎场和休息地太少 大量海象只能聚集在海岸边 把海岸挤得满满当当 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下生活 想要爬到海中捕猎 后面的都得先穿越茫茫向海 背劲不说 时间一长还很容易引发矛盾 一直成年海象体重超过一吨 它们还长着一对长长的牙齿 在翻身或者活动的时候 很容易伤及同伴以及幼崽 所以为了寻求一寸不那么拥挤的土地 海岸边的海象们不得不往高处攀爬 几十米的悬崖成了它们的首选 但是在海边生活的它们并不擅长马山 它们只能拖着笨重的身体 靠着起脚缓慢地移动 可残阔的是 只要有那么一只海象在头 其他海象也会温着味道 紧跟气候 毕竟谁不想换个大点的蛛虫呢 随着悬崖渐渐地向满为患 再也没有力气之地 这群海象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所处的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 它们离开了海水 差不多算是大半个瞎子 眼前一片模糊 根本找不到回到海里的路 然而还有海象 在不断地往悬崖上喷爬 如此它们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在找同伴和找食物的过程中 很多海象会从八十米高的悬崖 直接坠落 它们没有任何挣扎 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自杀 因为眼下的海象们 不知道自己从悬崖上跳下去会死 它们还以为自己是在海冰上 可以直接跃入水中 根本不知道 下面迎接它们的不是海水 而是坚硬的石块 于是在悬崖上 一只只如轿车般重的海象 踏空坠落 方滚到海底奄奄一息 然而大自然最残酷的 还不止这一面 小心 它这里尾巴在这里的 尾巴在这里啊 十九米抹相经 搁浅宁波海岸二十一小时 生死时速 上演极限营救 今年四月十九日 一头体长十九点五米 重达七十多吨的抹相经 在宁波市象山县的半边山海域搁浅 作为深海巨兽 世界上最大的齿经 别说是贪图了 就是浅海区 都不是它们能待的地方 但是它们却固执地朝着浅海游去 最后搁浅了沙滩 在国外还曾组织过专门的救援团队 负责阻止境遇游到浅海 国国其实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抹相经搁浅滩图的事件 由于抹相经十几米的体型 以及几十吨的体重 我们人类既是有心相救 也很难帮助的它们 对于搁浅的抹相经 国国从来没有成功救援的案例 但是每次我们都尽全力救助 这一次也不例外 救援人员知道情况后 派出了五艘船进行救援 但不幸的是正好改成了推超 而且这片浅海滩 滩图面积很大 救援车辆难以驶入 想要第一时间 将舰鱼拖到大海里几乎没有可能 当然直升机也是能出动 但是要知道 救援人员用七十多吨的船 都没能落动它 随着潮水的退去 抹相经完全脱离了水 暴露在贪图的空气中 它长约十九米 体重在六十吨以上 咱上去还很健康 但这是暂时的 没有了海水 抹相经暴露在空中的皮肤 会慢慢的干涸 晒一天就会退皮 更严峻的是 没有了海水的浮力 抹相经的肋骨和内脏 不会因为自身体重压迫而受到损伤 为了延缓体表水分流失 救援人员不断往抹相 金身上泼水 由于事发地点的特殊 救援人员只能人力用水桶淘水 但即使所有人拼尽全力 这套各简的鲸鱼 生命体征还是在迅速消失 从开始不断挣扎 几个小时过去就奄奄一息了 皮肤干的地方 手轻轻一摸 就会带下了一块皮 眼看情况越来越早 救援人员开始对它进行了 全方位的营救 用铁胶挖出水槽 给鲸鱼提供活动空间 尽量减少压力 同时为其清洗气口 防止泥水进入呼吸道 甚至还拿出注射设备 在鲸鱼尾部进行注射 进行输液抗炎 维持生命体征 只要能撑到下次涨潮 这头抹香精 就还有生还的机会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头抹香精 等到了海水再次涌来的那一刻 抹香精的生命力 随着海水的浸润逐渐恢复 最后朝着救援船只 摇头摆尾 重新回归了大海 那么鲸鱼为什么总是搁浅 它们难道不知道 离开了水只有死路一条吗 雌性抹香精 搁浅滩土 尸体里 竟然还有一条两米长的胎儿 究竟是什么 让这头怀孕的抹香精 游到潜水区 直手复死 2017年3月12日 深圳大鹏海域潜水区 出现了一头身长12米 重达3吨的抹香精 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 这头抹香精的身体 被鱼网缠绕 多个地方已经被鱼网割伤 尽管救援人员 帮助他摆脱了鱼网 专家也利用声纳等声势设备 将其引导回深海 但是都没能成功 最后搁浅在了惠州附近海 于3月15日停止了呼吸 在这头抹香精死后 救援人员从他嘴里 掏出了很多垃圾 都是些鱼网线塑料袋 还消耗不了这东西 后来专家还从抹香精尸体内部 发现了一条两米长的胎儿 对于这头抹香精的死 专家推断 可能是鱼网让抹香精受伤 让它的声纳导航系统出现问题 无法返回深海 其实不止我国 国外也经常会有鲸鱼搁浅 而且救援成功的案例 续之可数 那么鲸鱼为什么总会搁浅呢 原因有很多 这里面有鲸鱼本身的原因 鲸鱼是靠声音进行沟通 觅食和导航 在面临磁干扰 太阳活动等极端天气的时候 它们的方向感就会出现偏差 此外 那些年老体弱的鲸鱼 随着感知能力变弱 也会为了觅食 侮辱地形平缓的睡 除了这些自然因素 船只干扰 环境污染 噪音污染等人为因素 也会导致鲸鱼搁浅 声纳系统会让部分鲸鱼的 耳朵和内脏受到损害 最后导致它们搁浅死亡 而海洋里的塑料垃圾 也会让鲸鱼受伤搁浅 那些物食塑料等海洋垃圾的鲸鱼 肠道会因不能消化那些垃圾而被堵塞 最后痛苦不堪而搁浅 曾经有海洋生物学家 在挪威一只搁浅的 俄汇精身体里 发现了超过30个塑料袋 和其他人类产生的垃圾 最后不得不对这只鲸鱼 进行安乐死 而目前给鲸鱼安乐死的方法 一般都是用炸药或者用枪 也会给它们带去很大痛苦 所以保护环境 爱护自然 也是在信我们的疑分离 在保护这些海洋巨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